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叫Davin 然后我来加拿大这边7年了 然后我呢就是在这边读了高中 然后高中毕业以后大学 然后就像这样就一步走过来 然后就毕业了 就以后就工作 就像这样 然后今天呢 我代表我们财富人生公司呢 过来参加这次活动 然后今天为大家带来了 这个我们财富人生自己出的一个杂志 这个杂志呢 就对新移民呢 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包括里面就是怎样去选一个家庭医生啊 然后怎样开启这个 在加拿大的一个财富人生之路啊 这样的 就希望这本杂志呢 可以对大家在加拿大的生活会有帮助 像刚刚一个新移民朋友说过 就说过来以后呢 就生活上会有些落差 但是我觉得 因为我们接受有很多新移民 它也是这样 这样子一步走过来的 然后我个人觉得呢 就说两边生活各有不同 反正做出了选择的话 那我们剩下的就是把这条路呢 坚持走下去 把自己当初的决定坚持走下去 那我们肯定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 那谢谢大家 祝大家在加拿大这边生活愉快 你好 你好 大家好 我也是来自广州 本来我来到这里也是做传媒 我在广州也是做传媒 我来到这里六年 08年才来 谢谢大家 我叫刘少勋 大家都叫我高劳 我现在在LOW TV 做摄像 在广州也是 你好 哈啰 大家好 我叫伊 我是国内的重关系人 接着到 我来到加拿大十多年了 我现在就是做那个酿很久 像那个葡萄酒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找我 所以等一下拍照一天给你 谢谢